中共十八大之后 新一届的领导层誓言反腐 多次对反腐问题表态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日前表示 纪检监察干部不准越权批办 催办或干预有关单位的案件处理等事项 也不准以案谋私 办人情案 外界质疑 一党专制下 王岐山如何惩治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官场腐败现象 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工作报告 他说 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政治纪律放在首位 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 绝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 绝不允许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绝不允许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报告还指出 将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 为配偶 子女 子女的配偶及其亲属经商 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中共喉舌媒体按惯例大幅报道了王岐山的工作报告 还提到所谓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努力开创党风 连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等方面的新口号 今年我估计把王岐山的报告再发表 要赢得老百姓一个好感 因为腐败问题 也是现在老百姓最痛恨的问题 也是官民矛盾一个重要的方面 前新华社记者高瑜还认为 这份报告只是为新中央完全接班而造势 不过呢 王岐山这个讲话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提出来党的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呢 那就是有一个什么呢 要地方服从中央 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 而且把政治纪律放在反腐的就是那个经济外的一个突出的位置 这就看出来了这种中国特色的反腐啊 实际上还是要加强一党专政 那么 在一党专制的基础下 王岐山如何惩治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腐败官场现象呢 一个党啊 自己专制 自己垄断了所有的权利 然后呢 在监督自己的官员 官员都是属于有一个帮派的 只要是在自己帮派的 帮派之内的这一些人啊 就是违反了党纪 国法呀 也不会受到惩罚 甚至呢 他们还会受到保护 相反呢 其他派系的人 因为派系站错了队 他们就会受到这些惩罚 就会被纪律检察委员会来查处 刘英权认为 要彻底解决干部腐败问题 还要实行多党制和三权监督 他建议建立像廉政公署这样独立的监察机构 应该是你要在根本制度上 共产党你必须获得实际的监督 这个监督呢 一方面有媒体 还有一方面就是独立的司法 另外呢 是老百姓有发言权 如果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新闻没有自由 司法不独立还是要听你党委的 所以这种最根本上的监督呢 是形成不了 王岐山被外界称为中央新总书记习近平的青道夫 习近平要做什么 都是王岐山开路 王岐山在这次的工作报告中强调 今年是换届之年 要确保换届风轻气症 完全呼应习近平早先的 反腐要依法治国 王岐山很聪明 他在前一段讲话也提出来了 我们先是要治标 为治本呢 创造条件 这个话里边已经埋下来了 反正他就这么五年 他这个五年呢 具体的能不能揪出几个大老虎 或者普遍的抑制住这种苍蝇啊 满天飞这种腐败的局面 他是我做到哪算哪 反正就五年嘛 在大陆老百姓的眼里 中纪委早已是一个利益集团 一些反腐官员通过反腐来敛财 近期的大陆财经杂志报道了公海赌王莲卓钊 与多名省部级官员形成超级分立联盟 黑道与白道互为利用 商界与政界交相渗透 他们通过公海赌船 洗钱网络等方式 大量走私 行贿 洗钱 报道说 连卓钊和这些腐败官员 在国家秩序之外 构建了强大而有力的刺激秩序 在这一秩序中 黑道帮派规则大行其道 社会公共秩序毫无尊严